駕駛來到駕駛站驗車 聽從工作人員指示往前一開 可就是沒過駕駛先逗退路再次一次 檢驗人員還是這樣說 檢驗人員說還是沒通過駕駛滿臉問號 因為旁邊的電腦寫是合格通過 一出去檢驗人員調整完三分鐘後 再次一次沒想到過了 花錢請檢驗人員調一次要五百塊 那個是電腦判定又不是 經理戰爭員判定還是我們判定的 所以不可能 以電腦判定的數據差多少 我們下去做調整 因為你第一次調不一定就過了 有時候還要多調一次兩次也不一定 當市駕駛14號去機動駕駛站驗車 即便電腦顯示合格 可檢驗人員遲遲說沒過 代案驗者調整完就通過 質疑監禮站和代驗是不是有不正當勾結 我們的檢驗同仁呢 因為他是全程錄影 他有講到說他也沒有叫他去找這些人 那可能是因為他受到這些代辦主動的邀約 那我們跟這些代辦業者本身是沒有任何的關係 另外針對駕駛提出的質疑 駕駛站回應 不少監禮站定位都有類似的情形 其中測量角度占了很大機率 造成電腦誤判才會出現這樣的誤解 目前也已經向上級提出發言 TV新新聞 劉欣奎 王思辰 金融 財訪報導